狼牙榜番外 第140集 看到没人反对后 青鱼鬼王急速朝赤鬼王府飞去 这些事情说起来慢 但是从青鱼鬼王捏碎影时 到飞向赤鬼王府 也就几个呼吸的时间 与此同时 手里提着用床单裹着的礼节 正准备赶往鬼将军势力的赤鬼王 在感应到青鱼鬼王的气势后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当他在儿子房间看到礼节时 就知道坏了 当时他什么也来不及说 直接用床单裹着如同一滩烂肉的礼节 打算把礼节放到鬼将军势力中 之前不是已经有人嫁祸过了吗 现在他只能这么处理 只要这个礼节没在他赤鬼王的势力中 他就可以翻盘 不过 他刚走出不久 就感应到青鱼鬼王的威雅 紧接着 在不远处 他就看到了青鱼鬼王的身影 正在急速飞来 等到梅昌苏回来后 发现蓝梦站在他房间门口等着他 再发现他回来后 低着头 走了过来 小声道 苏哲 今天晚上的事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没事 不用放在心上 你也是为大家好 看到蓝梦的样子 梅昌苏不禁笑了笑 出声安慰道 心思单纯善良的蓝梦 这让他不禁想起了同样心思单纯的飞流 于是情不自禁地伸手摸了摸蓝梦的脑袋 不过他的手刚碰到蓝梦脑袋 就被一巴掌拍了下去 只见蓝梦瞪着大眼睛 气恼道 不许摸我头 我又不是小孩子 好 不摸 看着蓝梦可爱的样子 梅昌苏微微笑了笑道 随后问道 五前辈他们呢 在客厅呢 蓝梦瞪了一眼梅昌苏道 随后转身向客厅走去 看着离开的蓝梦 梅昌苏想了想 然后也向客厅走去 来到客厅时 梅昌苏发现 五陵峰和蓝山都在 而蓝梦 则坐在五青城旁边 气鼓鼓地指着刚才 走进来的梅昌苏说着什么 而五青城则拍着他的小手 小声安慰着 几人在看到梅昌苏进来后 都站了起来 见过两位前辈 梅昌苏向五陵峰和蓝山 施了一力 随后向五青城抱拳道 青城姑娘 苏先生不必客气 请坐 五陵峰微笑道 而另一边五青城 也冲梅昌苏 欠了个身子 随后寄人围桌而坐 五青城端起茶壶 为梅昌苏倒了一杯茶水 放在他的面前 小子 怎么样了 蓝山则是毫不客气地问道 冲五青城微笑点头 表示感谢后 梅昌苏开口道 消息已经传了出去 想必现在 青鱼鬼王已经知道了 那就好 只要在青鱼鬼王心中 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 我们的计划就成功一半了 五陵峰微笑道 对了前辈 那个人找到了没有 梅昌苏突然出声问道 找到了 已经监视起来了 没有问题 五陵峰点头道 那就好 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梅昌苏喝了一口茶 说淡淡道 梅昌苏的话 让几人都安静了下来 下一步计划是关键 如果这一步成功 那整个计划 基本就成功了 在接下来几天中 梅昌苏每天都会找杨兴峰 聊天喝酒 同时 清与鬼王的兵力 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他们开始警惕起赤鬼王了 而且监视赤鬼王的人 也比以往多了起来 相应的 鬼将军和殷三娘 也把主要兵力 集中在赤鬼王那边 赤鬼王府中 此时赤鬼王正在听他 安插在鬼将军势力中的 一个探子的汇报 两久之后 探子把情报说完了 不过听情报的赤鬼王 眉头却紧紧皱了起来 你确定武陵峰阴三娘 已经秘密联合了起来 赤鬼王有些不相信的问道 是的 之前有人把张权和刘毅的尸体 扔到了赤鬼王府底 第二天 有人就把消息传给了清与鬼王 所以我们成为了 清与鬼王的怀疑对象 并且鬼将军府中 一个叫苏哲的人 和清与鬼王府中的杨兴峰 经常接触 而且属下有一次听他们密谋说 已经和清与鬼王达成了协议了 同时鬼将军和殷三娘 都把主要兵力对象了咱们 那人恭敬道 听完属下叙述 赤鬼王的脸 阴沉了下来 这明显就是嫁祸 很简单的道理 他不相信清与鬼王会看不出来 可是就算看出来 那清与鬼王这是怀疑 最近他也发现在他的势力范围 附近出现了许多清与鬼王府的人 虽然他不相信清与鬼王会和鬼将军 金三娘联合起来 但是最近他们一系列表现 让他不得不警惕起来 行了 你先下去吧 赤鬼王有些心烦地挥了挥手道 是 属下告退 那人恭敬地失了一礼 就下去了 挥退一下人后 赤鬼王静静地思考起来 现在的情势 对他很不妙 当初已经和清与鬼王计划好了 却想不到 那张权和刘毅的尸体出现 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他的布局 原本两方的合作就充满了猜忌 现在那份猜忌更重了 而此事还关系到清与鬼王的儿子 现在就是他也有点头疼 暂时无法理清头绪 赤鬼王就想出去走走 不过刚迈开步子 好像又想到了什么 于是喊道 来人 老爷 一个管家模样的下人 走了进来恭敬道 最近怎么没见一伟 他在干什么 好几天都不见他人影 赤鬼王问道 回老爷 少爷最近在闭关 管家打道 闭关 赤鬼王很是惊讶 自从当年那件事情发生后 他儿子就性情大变 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 并且也不爱修炼 平时闭关修炼 也是他逼着的 不然绝不会主动修炼 但是现在却主动闭关修炼 这让他感觉不对劲 同时心头微微一跳 再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事 这让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随后 转身朝他儿子的房间走去 鬼将军府邸中 还是那个客厅 同时梅昌苏 武清风 武陵风 阑珊和蓝梦都在 此时五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什么 大约半个时辰后 梅昌苏突然抬起头 仿佛自言自语道 时间差不多了 随后 看向阑珊正中道 前辈 现在就看你了 一定要快 一定要保证影视落到青鱼鬼王手中 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青鱼鬼王亲眼看到他儿子的现状 不知道他到时候会不会走火入魔 蓝珊黑黑笑道 我走了 说完话 蓝珊的身影就消失在客厅中 看到蓝珊离开后 梅昌苏冲旁边的武清城点了点头道 通知殷三娘行动 然后看向武陵峰道 前辈 可以动手了 武陵峰点了点头 然后就出去了 紧跟着 鬼将军势力中的人 全部悄悄地动了起来 武清城得到指令后 一翻手 取出一块漆黑的石头 直接捏碎 这枚漆黑的石头 叫做信石 和阎侯炼制的童心服一样 这枚信石有两块 一枚在武清城这里 另一枚在殷三娘那里 而此时 殷三娘看着前面的信石碎掉后 她猛地站了起来 眼神一冷 她原本的妩媚慵懒的气质 猛地一变 顿时 浑身充满了铁血刚毅的气质 再加上她那冰冷的眼神 如同一个血战沙场的将军一般 随后向属下发布一个个号令 精彩内容 我们下集再见